58岁男子洗头后发生心梗,提醒中老年人,洗头一定要牢记这三点。 58岁的张叔非常喜欢运动,就连冬天的时候也坚持着每天运动的好习惯。 在冬天,张叔最喜欢去健身房进行锻炼,锻炼完之后就去澡堂美美地洗个澡。 由于每次锻炼完满头大汗的,张叔一直保持着先洗头后洗澡的习惯。 这天,他像往常一样锻炼完洗澡,在洗头的时候突然感觉身体不适,出现了头痛,心跳加快和胸闷呼吸困难的症状。 随即张叔就突然晕倒了,幸运的是被进来洗澡的另一位大叔发现了。 张叔被及时送往了医院进行治疗,经医生检查发现张叔是突发性心梗,好在及时送医保住了性命。 冬季是心梗高发季节,一旦到了冬天,你就会发现身边经常有老年人去世的现象。 每年冬季,一些老年人因肌梗塞,关心病,心肌炎等心脑血管疾病导致死亡的概率频频上升。 而有时只是因为一些小事,比如洗澡,出门,最容易导致心梗的发生。 冬季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季节,尤其是对于那些患有三高的中老年人,最容易诱发心梗等症状。 主要还是因为冬季天气寒冷,气温非常的低,老年人本身血管会出现老化的现象。 再加上因为冬季的寒风,导致血管出现萎缩净卵,还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,心脏供血供氧不足,就容易引发心肌梗死。 由于中老年人一患高血压,血管动脉周样硬化,再加上冬季出门或者洗澡时温差过大,就很容易刺激血管引起收缩,从而导致血液不流通。 其次,冬季也比较的干燥,身体当中大量的水分也会流失过快,就容易增加血液的粘稠度,导致血液流通缓慢,进而增加心梗的风险。 中老年人冬天洗澡也有很多讲究,如果洗澡的方式不正确,很可能就会像张叔一样容易发生危险,那么冬天是先洗澡还是先洗头? 有许多人认为,冬天应该要先洗澡后洗头,因为头部的血管十分的脆弱,如果先洗头的话,过热的水温会直接刺激头部的血管导致气扩张,然后快速的充血,血液会大量的涌下。 像体表血管,就会导致心脏短暂性的缺血缺氧,出现心跳加快,胸闷喘不过来气的现象,严重的还会引发心梗。 中老年人在冬季洗头时,要特别注意这三点,洗头发看似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,但是洗头时的讲究还是有很多的。 众所周知,大脑是人体的指挥官。 人在洗头的时候,湿气或者寒气会顺着头部的毛囊进入大脑,如果使用不正确的洗头方法,很可能会影响自身的健康。 一,注意水温要适宜,不能太冷,也不能太热。 冬季洗头水温如果过凉的话,就会刺激头部的血管引起急剧收缩,同时也会增加回心血量,造成心率过快,血压升高,也大大增加了心脏的负担。 很可能就会导致心肌梗死,其次,如果水温过热的话,血管扩张之后就会使头部冲血,导致心脏的血流量减少,就会出现心脏缺氧缺血的症状,也会增加心肌梗死的风险。 同时,过高的水温还会烫伤头皮和毛囊,对于头部的健康非常不利。 其次,如果水温过热,大量的水蒸气充斥着整个浴室,就会导致老年人出现胸闷、缺氧的现象,也会影响到心脏的健康。 因此冬季使用过凉或者过热的水温洗头都是非常不好的,应该在洗头前调试好合适的水温,避免头部产生刺激。 建议洗头的时候将水温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,然后再根据自己的体质调到感到舒适的水温。 二,冬季洗头时不要弯腰或者后痒,要保持正确的姿势。 中老年人在洗头的时候最好不要弯腰洗。 有些老年人在弯腰洗头的时候,洗到一半会出现胸口发闷,呼吸困难的症状,这是因为在弯腰的时候会长气的压迫肺部。 导致血液不流通,出现胸闷气短的现象,同时也会增加心脏的负担,使心脏短暂性的供氧供血不足,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身就患有高血压。 心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来说,这样的洗头姿势是最危险的。 其次,在洗头时也不要采用后痒的方式,因为头部后痒会对颈椎动脉产生一定的压力。 如果长时间的保持后痒姿势,起来后就会发现脖子后面非常的疼,这样就会大大损害颈椎的健康,同时也会导致脑部宫血不足,进而出现头晕眼花的现象。 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身患有颈椎病的中老年人,采用仰头的姿势会使颈椎过度的扭曲,从而也容易引发脑中风,对心脏的健康也是非常不利的。 正确的洗头姿势是保持身体和头部直立,或者可以微微往后痒,这样可以使身体保持最舒适的状态。 如果出现麻木或者头晕等症状,要及时地调整好姿势。 三,不要在刚吃完饭或者剧烈运动后洗头。 人体在吃饱饭后肠胃道此时开始运作,同时身体中大量的血液也会供应在肠胃道内。 如果此时去洗头,就会导致脑部和心脏宫血供养不足,就会出现头晕的现象。 建议在吃完饭后30分钟再洗头。 其次,也千万不要在剧烈运动之后去洗头。 因为这时人体正处于毛孔扩张的状态。 如果这时洗头的话,会导致湿气寒气进入脑部,出现头疼头晕的症状。 同时,运动后洗头还会增加肌肉内的血流量,造成心脏宫血不足,很有可能就会诱发心梗。 所以中老年人需要时刻地保护心脏的健康。 在冬天洗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,看似简单地洗头。 如果洗头洗错了,很有可能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。 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至关重要。